他是郭德纲困顿之时 第一个伸出元首的弟子 他是老郭生日宴上 曹金唯一不敢骂的人 他也是让老郭一直催婚的干儿子 他便是德云二队队长 李赫东 在遇见郭德纲之前 李赫东是一位地道的狠察 年少经理家庭变故的他 从小就学会了 用拳头维护自己的尊严 东哥又连上的疤痕 便是在那段时间留下的 但随着年龄的增大 哥哥李云杰除了要照顾母亲之外 还要经常去派出所 保释自家弟弟 为了自己能安心学相声 也为了给弟弟带上正路 哥哥李云杰 只好向师父郭德纲寻求帮助 一向重情义的郭德纲 看着有情有义的李云杰 大手一挥 就将李赫东收进德云社 并收为义子 人生有着新目标的李赫东 和自己曾经的江湖兄弟 挥手在剑 放下拳头和武器 拿起块板和折扇 从那之后 在老郭的教导下 打磨心性 扎实基本功 后来随贺子科正式败师 登上纳寸相声舞台 也许是年少 就经历过人情世故 不出名时的李赫东 从不着急 反倒是抓住一切演出的机会 在小剧场的舞台上 积累经验 终于在2018年 迎来事业的转折点 和谢金打党 登上相声有些人的舞台 虽说在台上的东阁 不苟言笑 但他出其不意的金剧 也能成为经典 赛金 袁鹏为什么和你招吗 袁鹏有自己的风格 你招吗 袁鹏往那一站 讲究四个字 呆萌浪剑 你招吗 让我们这种纯阳刚的表演风格 跟他是不一样的 你招吗 还是女人了解女人呢 这是什么词呢 这是什么词呢 陈寅泉和袁鹏啊 都属于磁性荷尔蒙 分泌过剩 你招吗 李鹏东和谢金的台风 一直都是职工职令 但时不时的小段子 却成了两人不一样的舞台风格 虽说李鹏东 谢金 在这档节目中 没有夺冠 但两人无论 从作品 还是台风 都为观众 深深喜爱 节目结束之后 李鹏东专门 发我们感慨 作为师父的郭德纲 用七个字 温暖 东哥的心 简单的回复 却尽闲师徒之间的情意 老郭如此重视李鹏东 并不只是因为 2010年 等于是困顿之际 李云杰 李鹏东 哥俩 愿卖房帮自己 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 当年曹金 大闹生日宴的时候 一向自命不凡的 曹金 大妈在场的师兄弟 甚至在师娘下跪 求他的时候 连师娘都没逃过 他的嘴 一向尊重师父 和师娘李鹏东 哪还能忍 点着板凳 就冲了上去 然后 曹金 愤然离场 老郭登台 含泪 唱了 魏阳公 也正是这两件事情的发声 奠定了李鹏东 在老郭心中的位置 如今的东哥 除了说相声 就是在自己的酒馆中 听着我们的故事 迎来送往 感受着时光的变换 舞台上的他 闪闪发光 和师爷谢金的合作 默契十足 但私底下的李鹏东 却是一位爱猫人士 就连搭档都吐槽他 除了上班 就是去猫咖撸猫 台上台下巨大的反差 李鹏东被粉丝 亲切地称为乃东 说实话 东哥十分适合 乃东这个称号 小剧场外 遇见粉丝签名时 东哥都会紧张到手抖 和粉丝聊天 也会舌头打结 脸颊微红 粉丝送上精心准备的礼物 东哥还会在社交平台 感谢粉丝 狠归狠 但该有的礼貌和底线 李鹏东一点也不少 今年已经34岁 李鹏东 属实是让老郭头疼 不是因为事业 而是因为婚姻大事 作为哥哥的李云杰 孩子都已经10岁了 而我们东哥连女朋友都没有 希望2022年 李鹏东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生而为人 我们一生总是在付出 付出努力 期盼苦心人天不负 付出时间 期盼有志者 事尽成 但付出真情 又有多少人能收回同样的爱 在繁华喧嚣的一生中 郭德康和李鹏东的相遇 也算是相互救赎了 您喜欢李鹏东吗 欢迎留言告诉事尔哥 今天又是期待酒粮 来看我视频的一天呢 喜欢的话 订个关注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